新北市中和警方与桃园市龙潭警方合作, 昨天凌晨在桃园市龙潭区一处偏僻公寓查获三名毒品猎馆人口, 屋内宛如毒品分装厂兼兵工厂, 不仅藏有大量毒品和改造枪支零件工具, 还饲养了十多条蛇, 让远警不敢大意, 搜证时格外小心, 就怕一个没注意被咬。 中和警方指出, 办案员警示根据安居妻毒专案期间所掌握到的线索向上溯源, 发现黄姓和张姓二名毒品通缉犯藏匿于桃园, 且逃亡期间仍持续贩毒和改造枪支, 于是与龙潭警方合作, 最后趁黄开门时现身逮人, 警方一进门就控制黄、张吉桶为毒品猎馆人口的郭姓女子行动, 除了看到毒品,枪支零件散落四处, 也发现客厅柜子养了一只比手臂还粗斗的球蟒, 被逮的张贤自称把蛇当宠物养, 大大小小约有十多只, 其中有几只还有毒性。 远警不敢大意, 搜证时格外小心, 但发现衣柜里也有饲养箱时, 还是被吓了一跳, 警方最后在屋内查获安非他命、 K他命和咖啡包等毒品及吸食器具, 同时也找到11把改造手枪、 600空气枪、 多发子弹及改造工具, 全案于竞询后, 医毒品、枪炮等最移送桃园的检署侦办。 新北市中和警方与桃园市龙潭警方合作, 昨天凌晨在桃园市龙潭区一处偏僻公寓 查获三名毒品猎馆人口, 屋内不仅仓有大量毒品和改造枪支零件工具, 还养了十多条蛇, 红圈处, 让远警不敢大意, 搜证时格外小心, 就怕一个没注意被咬。 记者陈骏之翻社, 分享。